事發中的原因高科長來聽大家好 我是Simon 今天影片開始以前提醒一下各位乾爹乾媽 本週會員區的影片已經上片 依然是實力頂天的前瞻時尚 各位記得去看 好的今天要持續為大家帶來的是 地獄廚房第21季老少大對決 本日的第一位24歲的Brett 看他的頭髮顏色 籃球應該是沒有少打 目標應該是稱霸全國 這是一個我本季非常喜歡的選手 實力非常的穩定 而且心態也很好 不僅時常稱讚隊友 就連對手表現不錯 Brett也不會吝嗇稱讚 是個懂得欣賞別人又不愛出風頭的年輕人 而且Brett每次挑戰賽都負責最難的部分 第四集的挑戰賽大家都涼涼一組 只有Brett單獨作業 結果成品拿了幾乎滿分的好成績 第八集的野味挑戰賽 Brett拿到超怪的食材組合 結果表現意外的不錯 畢竟有鳳梨跟無花果一起入菜 這紅髮少年真的盡力了 雖然Brett在晚宴賽的表現 稱不上是完美舞缺 但也是可圈可點 每每15以後都可以很快的找回狀態 而且Brett的個性非常的好 屬於會讓人安心的存在 從第九集開始 Brett從陽剛味滿滿的藍隊被調到了紅隊娘子軍 Brett剛到紅隊的反應超可愛 雖然我很想趕快展現實力 但最優先的還是要想盡辦法不要得罪這些美麗女士 這驚人的求生欲望可以說是屌打了許多的已婚男士 但是在紅隊的第一場比賽 並沒有Brett想像的這麼順利 其中一個肉扇台隊友很常在做菜的時候當機 不管是誰跟他說話都沒有反應 這是他的老毛病 而Brett不僅沒有怪罪他 反而跳出來說他願意幫忙暴食 如果需要的話 他甚至可以30秒回報一次進度 人非常的nice 但Brett有點可惜的地方是 他每一場表現都有一些零星的小失誤 但真的不嚴重 不過Golden對他超級嚴格 Brett第10集只有一次魚沒有熟 而且這也是他本場唯一一次的失誤 Golden就說 屈屈於善台居然要4個女生幫忙你 這句話感覺有嚴重的性別歧視 而且這場比賽紅隊是贏下比賽的 結果Golden居然要求Brett脫下夾克 原本以為這是意外的淘汰 結果打沒幾場比賽 Brett又回到了藍隊 Brett都笑說自己像顆乒乓球一樣沒有人要 地獄人球非你莫屬 不過再次回鄉的Brett 跟隊友相處的時間並不多 第11集的比賽是每個人要負責帶一道菜 這場比賽Brett嚴格上來說失誤也不大 他錯估了扇貝的數量因此有一盤晚一點上 但因為這場大家的表現都很猛 所以Brett的失誤就更容易被放大檢視 最終也於本場比賽遭到淘汰本季排名第8 Brett之前在納許維爾的NADA餐廳工作 離開地獄廚房之後成功升官 目前擔任行政主廚 看最近非常著迷於茶葉的研究 然後不知道為什麼要用臉去接蛋糕 好的下一位Billy40歲年長組的選手 本季的Drama人物之一 睡覺還要戴一個很像黑舞式的面罩 大呼超級大聲 感覺就是一隻巨型河馬 這個人是典型永遠不覺得自己有問題的自信模仁 看到後面甚至會覺得他有點可愛 第二集的雞翅比賽要選出對上最爛的讓Gordon淘汰 Billy的雞翅卻平中選 先不說他的雞翅一烘二間三燒烤怎麼留住肉汁 他連雞皮都去掉了這絕對是不能原諒 結果他居然覺得隊友會選他 只是因為自己有著超強的實力會對他產生威脅 然後當天晚上在肉扇台連環炸 這場我真的差臉笑死 當天的第一盤主餐是VIP桌的雞肉 是第一盤喔 Gordon問說要多久的時間 Billy居然說15分鐘 這是我聽過最久的出餐時間 多點耐心大概等到除夕就差不多了 聽到這個時間所有人傻眼 然後過了大概5分鐘 Gordon再次傻眼 因為雞肉根本就還沒有下鍋 但我真的差點笑死 鍋子都還沒有熱 整隊就被拉進了儲藏室 但情況並沒有好轉 粉紅的雞肉加上涼調的威廉頓 整隊光速回注射打麻將 但我得說這次的肉扇台不能全怪Billy 這次跟Billy占同一個扇台的是這個名為Sharlene的隊友 他的問題其實也不小 但Billy從頭到尾都沒有做事 他真的就是在旁邊出一張嘴而已 那個15分鐘的上菜時間也是Billy叫Sharlene說的 結果到投票的時候Billy先聲奪人 明明自己的問題最大 卻開始大放厥詞的批評自己的隊友 比賽的時候毫無活力 帥哥你要不要去看一下你比賽時候的憨臉啊 而Billy也把肌肉的問題歸咎於Sharlene身上 拜託就算肌肉沒有你的事 威廉頓也是你做的好不好 總之投票的結果就是肉扇台的兩位帥哥美女 結果Billy被投票以後超級不爽 開始到霸台狂噴隊友 說他們根本就不應該選自己 你們會這樣做一定是因為害怕我的實力 你一看看這個不得了的自信啊 騙自己騙得很開心啊 而Billy也從這次淘汰以後 跟你賣組徹底決裂 開始跑去跟年輕組的小朋友瞎混 如果Billy就此開始展現實力的話 那還好說 但這個人的專長就是屁話特別多 做事特別少 比賽前他總是會表現得很亢奮的樣子 來鼓勵隊友 感覺超像是打了什麼興奮劑 結果整場晚宴賽 Billy就是一臉震驚的在幹蠢事 表現很認真的瘋狂唸錯菜單 然後一直被隊友糾正 把整個藍隊搞得驚慌失措 然後還想學勾的稱讚隊友裝大廚 結果被噴到爛掉 重點是他從頭到尾都露出一臉全神貫注的表情 再配上他愚蠢的行為顯得更加的有喜劇效果 然後這場晚宴賽 藍隊再度被年輕人輕鬆碾壓 Billy再次一臉震驚的問大家 為什麼你們就不能好好合作呢 幹我也很好奇啊 你覺得呢 而且這個Billy完全沒有一點想跟隊友一起扛責任的意願 第五集的晚宴賽 Billy原本跟另一個胡子隊友負責肉扇台 但是到了晚宴賽尾端被Golden叫去弄甜點 於是在投票階段的時候 Billy就辯解說肉扇台原本都好好的 至少我去做甜點以前都是這樣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沒了我以後羊排就炸開 雖然他講的好像也沒有錯 但其他隊友真的鐵了心要把Billy投出去 結果在最終階段的時候才發現 其實那快過手的羊排Billy也有份 於是在短短的四場團賽中 Billy已經上了斷頭台三次 但沒有一次被淘汰 簡直就是本季的天選之人 大家也逐漸對Billy的存在感到絕望跟習慣 反正這兩好像怎麼樣都死不了 不過這個機會很快就到來 大家還記得這個可愛的小胖嗎? 他是上一季的參賽選手 這季想不開跑來地獄廚房辦婚禮 第一階段按照慣例就是選手上菜浪來賓選 Billy的扇輩表現不錯 於是進入了當晚的菜單中 殊不知這卻是死亡的前奏曲 當天晚宴賽於扇台並非Billy負責而是一個眼鏡大叔 結果眼鏡大叔連續兩次扇輩都出包 眼鏡自己的拿手菜被如此糟蹋 Billy受不了搶過來自己做 結果一上菜立刻被叫住 兄弟為什麼可以黑成這樣 而且為什麼黑成這樣你還要上 最後這個扇輩只能叫敵對的對手來幫忙 為了出一盤菜換了三個人就問你屌不屌 而Billy也於奔唱比賽遭到淘汰排名僅僅14 雖然排名基本炮灰卻帶給我不少的歡樂 離開地獄廚房之後 Billy目前在一間名為B-Truth的公司擔任私處 提供派對餐飲公司餐飲等服務 這應該是他自己的公司啦 因為他在海選的時候有說過自己的綽號是真實 True只能說非常的中二 好的下一位Abee這人超屌 聽說有9個小孩是個9寶爸比8寶之後還要多一寶 其實7寶我也有想到梗 但最近有點敏感還是算了 這個Abee跟剛才的Billy兩位雙B是本季最Drama的兩人組 不過比起Billy的全程稿是Abee前期倒是給了一種愛家好形象 表現也算還行 不過Abee這個人的問題是很容易激動 有時候隊友只是提醒他一點小忙 他就會很緊張地拒絕隊友的好意 是個比較沒有團隊精神的單幹俠 因此雖然他晚宴賽的食物並沒有到很多 但缺乏溝通能力這件事情也時常在投票階段被隊友拿出來嘴 久而久之Abee也開始對自己的隊伍感到不滿 與此同時還有一個人也有相同的想法 沒錯那就是剛才介紹到的Billy 節目到第五集開始 Billy跟Abee這兩人因為相同困擾走得越來越近 不過這個中年男子聯盟短短一集的時間就宣告瓦解 而且還是狗咬狗的那種 剛才有說到Billy最後是因為自己的扇輩被淘汰 但第一個做扇輩的其實就是Abee 最終兩人都非常不光彩地站上了淘汰席次 然後Abee瞬間把所有責任都推給Billy Billy的表情超好笑 一連就是幹咧我們不是兄弟嗎 你這樣秒賣我是怎樣 而在Billy被淘汰以後 Abee又再度陷入孤立無援的狀態 節目的第七集藍隊輸了挑戰賽 並留在地獄廚房弄甜菜汁 這裡就要提到節目後期才出現的豁免金卡 這東西可以逃過一次處罰 並把處罰轉移給其中一個對手 而本場被雷劈中的倒霉鬼 是這個名為Summer的黑人妹妹 Abee一開始也是好心想要安慰她一下 但一瞬間從天堂掉到地獄的Summer 自然是沒給Abee什麼好臉色看 Abee就很賭爛阿 老子看你心情不好關心一下 結果被你反咬一口 處罰結束以後 Abee就開始牽托其他事情 她跟Summer說 你知不知道你隊上有多少人對你有意見 你知不知道他們都在想辦法要搞掉你 而藍隊大部分的人都不太喜歡Abee這樣的行為 紛紛覺得她對於Summer的態度有點太誇張 而與此同時Abee的晚宴賽表現也開始下滑 香菇每首全世界都在等她的薯條 而Abee也於下一場比賽中遭到淘汰 但意外的是在賽中攻擊性很強的Abee 在離開的時候倒是意外的灑脫 其實Abee的廚藝生涯非常的豐富 從副主廚、主廚、總經理、區域行政總廚 五道菜單設計通通都做過 Abee後來成立了一間提供健康餐的公司 也有開設Youtube頻道 不過更新頻率並不高 但強烈建議做一下封面圖 超級沒有讓人點進去的動力啊 好的今天的最後一位 Alex一個超級有魅力的中年大叔 Alex有著非常勵志且不狗血的人生故事 他在18年開了人生的第一間餐廳 但一開業就遇到了新冠只能無奈歇業 並在比賽前兩天將餐廳給頂讓出去 而在人生最低潮的時候 Alex選擇到地獄廚房尋求一次翻身機會 Alex在單超方面有著非常頂尖的能力 在海選端出來的作品也是全場為二的滿分菜色 而在下一場的雞翅挑戰賽中 繼續奪下全場最優 並獲得了獲敏金卡 而且每一場單挑賽 只要Alex出馬幾乎沒有贏不下來的比賽 整技下來他只輸過兩次 一次是跟李妍一樣忘了上將隻 一次則是味覺挑戰賽 而且我覺得很奇怪的是 這季選手實力明明就很猛 但味覺卻爛到一個爆炸 就連實力派的Alex都掛蛋 除此之外他的菜色永遠都是簡單好看又好吃 後期有一場比賽是擺盤比賽 比起其他選手浮誇的馬鈴薯0片脆皮鯛魚 Alex擺盤相較簡單卻反倒多了一點禪意 至少我個人是比較喜歡這種簡單的做法 而在單人賽近乎無敵的Alex 在晚宴賽表現也是無懈可擊 第四集面對滿滿的肉類訂單 Alex零失誤的準時上菜 其他人想上菜沒把握也總是會找他double check 經過他的把關基本上很少出錯 是對上安定人心的土地工 而Alex少數被罵的原因說來也好笑 居然是因為太好心 本季第一場晚宴賽的時候 藍隊有個隊友不斷的把奶油培跟義大利麵 弄成黑蛋炒麵 順帶一提這個隊友的半邊頭被鯊魚咬過 不過不是很重要我們繼續 於是Alex就偷偷跑過去幫他 結果就被Golden發現罵了一頓 反倒給人感覺有點可愛 不過儘管有著如此頂天實力的Alex 在本季卻過得異常痛苦 首先這季前期年長組根本就被壓著打 其他隊友真的太累 Alex真心帶不動 挑戰賽沒贏過半場就算了 就連晚宴賽也是每一場都被趕出去 比賽才到了第三集 年長組就已經損失了三名大將 不過講大將好像有點過於抬舉 這三個就是單純的爛 但也是因為比賽太誇張的一面倒 Golden無奈之下 才又回到了熟悉的男女分組 回到男女分組以後 能力雖然平均的不少 但挑戰賽依然只有贏過兩場 剩下六場全部落賽 零零總總算下來 Alex被懲罰的次數高達九次之多 是所有人之最為本季的處罰小天才 不過實力堅強只是Alex討喜的其中一個原因 另一個原因是他真的很樂觀 他雖然被處罰很多次 但每一次的心態都很好 Alex很會苦中作樂 在處罰的時候總是會耍飽逗樂其他人 還會跟其他隊友打賭一些小遊戲 因此儘管做著苦哈哈的工作 大家還是非常的歡樂 而且大家可能不知道地獄廚房的處罰 其實有輕重之分 通常整理食材跟進貨屬於比較簡單的類型 中等的像是整理房間 而我個人看下來最慘的處罰就是垃圾分類 幹這個真的很可怕 是廚餘垃圾全部混在一起 隔著螢幕都能聞到味道的那種 而Alex在第二集的時候就拿到了一張豁免金卡 但他一直都沒有用 就連最辛苦的垃圾分類處罰 Alex也選擇跟隊友一起受苦 直到了第八集 Alex才使用了這張豁免金卡 除了可以不用遭受處罰以外 還可以選一個人當替死鬼 而當天被選到的替死鬼名為Terra 這個人上一集有介紹過 當耳聞Terra為此很難過的時候 Alex感到很愧疚並想去跟他道歉 只是Terra拒絕溝通也沒辦法 至少Alex是有心想道歉 除了非常樂觀跟笑口常開以外 Alex其實很愛講幹話 但他的幹話就是那種點到為止剛剛好 不會讓人家覺得過頭又可以緩和氣氛 而且有別於其他人對待Gordon小心翼翼 Alex跟Gordon的應對反而更像是朋友 每次都可以把Gordon逗笑 但該乖的時候也不會耍白目 分寸抓得剛剛好 就是一個有著大叔的成熟 又有著年輕人活潑特質的魅力大叔 而且因為表現不錯又跟大家感情好 Alex不管是在年長組還是在純男性的藍隊 Alex往往都是隊上的隊長 而他也擅長鼓勵自己的隊友 本季只有一個人有換過隊伍 那就是剛才介紹到的Brett 而且是從藍隊到紅隊 又從紅隊到藍隊的人球轉隊法 連續的環境變化也讓Brett感到心累 也覺得是不是沒有一個隊伍會接納自己 但Alex就淡淡的說了一句話 不會啊我們都很願意跟你同對 成功溫暖的Brett疲憊的內心 而這季的淘汰投票階段 大多也都是在Alex的主導下進行 而且真的很少吵架 每次都投的超快 而憑藉著驚人的廚藝表現 Alex毫無懸念的打進了黑袍賽 也成了唯一一個打進黑袍賽的年長組選手 其他年紀40家的選手全數陣亡 但是跟一群充滿活力的小夥一同下廚 Alex絲毫沒有跟不上的問題 反倒是很多時候需要Alex的幫忙 在拳龍無首的第一場黑袍賽中 在全隊被拉進廚藏室噴完以後 Alex主動跳出來凱瑞隊友 並用沉穩且清晰的聲音 帶領著隊友們完成當下的工作 雖然這場比賽最終的結局 依然是被趕回了宿舍 而且Alex也出了一點問題 但這個包其實是他為了配合隊友的時間 因此迫不得已提早上菜 導致牛排沒熟 不過Alex即將在下一場比賽中翻回顏面 這場比賽是後期一定會有的站台比賽 然後主廚會用各種惡作劇來考驗選手的細心程度 每個選手有三題 而Alex是唯一一個三題全部都答對的選手 而且他站台的過程中從來不會過度的催促隊友 而是很冷靜的告訴他們幾分鐘以後什麼東西要下鍋 每個人都知道自己該幹嘛 看地獄廚房這麼久 在這個階段能表現得如此完美且穩定的選手 Alex絕對能排進史上前五 於是在完美的表現以後比賽也進入到最終階段 而在進入決賽以前 Golden邀請三位決賽選手一同參觀一個莊園 俗話說老馬變不出新把戲 這節目播了二十幾季你們搞啥我還會不知道嗎 一定是牆會突然倒下來然後一堆觀眾對不對 結果Golden這個老狐狸還真的讓我們猜不到 這段真的就是老老實實的在參觀莊園 不過就當大家放下戒心回到地獄廚房之後 該來的還是要來 這階段比賽是三個選手要各上五道菜 滿分50分積分最高的兩名選手可以進入最終決賽 跟上一季的單人碾壓完全不一樣 這場比賽非常的刺激 Alex的積分跟另一個選手Alejandro前三道以26分站為平手 原本以為可以在第四道分出勝負 結果兩人都拿下了10分滿分 於是來到了關鍵第五道 評審是個大名人科蒂史東 Alejandro的牛排拿下了9分 總積分來到了45 Alex只有拿下10分滿分 才有機會進軍決賽 但評審非常欣賞Alex做了一道高風險的菜色 並佩服他可以完美的執行 於是Alex最終以滿分的成績 擊敗了Alejandro闖進的最終決賽 而在決賽前 Alex一如往常的展現風度 他主動找了競爭對手單獨談話 並表示我們都沒有辦法想像 我們能有如今的成就 希望雙方都能打出一場不留遺憾的比賽 而這場比賽也可以說是非常的精彩 因為整季大家感情都很好的關係 沒有那種刻意搞事的混蛋 所有人都是卯足全力 最終皇天不復苦心人 Alex轉開了他改變人生的大門 並以鋼鐵般的意志力 成為了地獄廚房第21季的總冠軍 最後看到他跟家人的擁抱 也是讓我差點落淚 整體而言我真的非常喜歡Alex 儘管處於人生低潮有著不能輸的理由 卻從來沒有為了贏下比賽而失去風度 面對比賽的低潮總能談笑風聲 而地獄廚房的總冠軍 也是他下廚24年來的終極肯定 獲得冠軍之後 Alex創立ABHospility並擔任行政主廚 如果這樣看來的話 Alex應該是沒有接受冠軍獎勵 於是在經歷了9萬18拐後 總算是開設了屬於自己的餐廳 同時也創辦了一個關於廚藝的Podcast 在個人網頁上也有提供食譜以及分享自己的故事 其實Alex也是幹過了很多事情 而且都很有成就 Alex於碰任學校畢業後 在很多的大餐廳工作過 之後回到田納西州開始教學生做菜 而他的學生也在2014年拿下了廚藝錦標賽 除此之外 Alex後來自己也開始比賽 並橫掃了整個美國南部的廚藝比賽 是個非常厲害且有故事的魅力大叔 好的也是時候來說說我對於地獄廚房 第21季的看法 雖然本季的老少大對決 基本上就只是個噱頭 但這季不管是選手實力也好 選手的個性也罷 都是地獄廚房史上難得一見 雖然沒有吵架的地獄廚房看起來還是有點微妙 但看到年輕選手為了夢想努力 年長選手為了改變人生而拼命 年紀儘管落差懸殊 但拼鬥精神卻是一樣的令人敬佩 我個人看下來還是非常的感動 甚至有儲身當道的影子在 好的 那麼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Simon 我們下次影片再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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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vete嘴巴